昨天晚上呢 我们呢 跟大家分享的1962年1月初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他主要讲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着重讲了民主与集中的问题 他奉劝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尤其是第一书记 不要做别姬的霸王 那么呢 我今天又在 在群里面看到了有的群友 分享了一段 习仲勋老同志 老先生的当年 关于 这个让人民讲话的 这样的一段讲话 该自的这个习仲勋传 习仲勋老人当年是怎么说的 他说 关于民主和人民发声的问题 习仲勋 在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中 说过这样的话 李一哲 这个哲就是王熙哲 就是这个老王社长 李一哲 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中国那一件大事 那么习仲勋在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中 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要鼓励大家解放思想 充分发扬民主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不管是谁说的 不管是什么本本 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 都不能照搬 做错了 都要纠正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 应当允许人民讲话 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 我插一句 习仲勋老人 这番谈话 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情况报告 说的这番话 是在他 在这个七十年代末 这个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后来做第一书记的时候 他说的 习仲勋老人接着说 说人民群众讲话 讲错了 不要紧 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顺耳的话 刺耳的话都应该听 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义 才能生动活泼 热气腾腾 一个革命政党 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在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 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绝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 对待 中国社会问题中 法治问题十分突出 颁布了那么多法律 是否能真正的执行 县委书记 省委书记的一句话 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 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现在他们接到办事主任 下面什么 这个居民委主任 可能一句话 那都是代表国家法律 说疯他就疯你 说这种形象 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因此国家要若要长治久安 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治的完善 习仲勋老人接着说 说我们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 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 是个官 是个老爷 那就很糟糕 扣押群众来信 阻止人民来访 是割断群众和党政机关的联系 是封锁中央的错误的行为 习仲勋老人这句话 应该给他们解访 这帮干部们看一看 是不是啊 那时候仅仅是扣押群众来信 阻止人民来访 现在他们解访 解访都无所不用其极了 习仲勋老人接着说 说共产党的机关 共产党的干部 怎么能让 怎么能怕老百姓呢 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呢 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呢 这样的干部 在封建社会都不算是好官 不管你当多大的官 不要忘记 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 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 要联系群众 要平易尽人 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 一个封闭的民族 都是很难发展进步的 千言万语说的再多都是没用的 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 才是唯一的办法 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那这是习仲勋传中 记载的 习仲勋老人当初在广东工作的时候 针对李一哲案的那个问题 他的一番讲话 我觉得对于当下此时 真的是很有现实意义 很有现实意义 尤其他说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这好像是让你让中国大陆 我们大陆上 频频在说的一句话 而呀 出处在习仲勋老人这 说得好 我觉得习仲勋老人 在政治上 从六二年之后 这个六二年 七二年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习仲勋刚刚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 这个到广东 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时候 都没给他平反 他是戴着帽子下去工作的 但是你看 到了广东之后 后来魏国清 回到中央 然后习仲勋做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做最大的事是什么 我从来都说 我说在南海边 画了一个圈儿的人 不姓邓 而姓习 习仲勋是在南海边 画了那个圈儿的人 习仲勋当时是立主 搞特区 然后习仲勋是带着 这个方案到北敬开会的时候 向华国锋叶剑英 他们做的汇报 得到了上方的 上方的肯定 才有了 这个 所谓的中国的特区 习仲勋老人 那就是在 这个 近二十年的 这种 这个 含冤的这样的政治生涯中 始终 出心不改 然后一经 从中央的领导了任务 到了广东 他竟然能够 就是 一步到位的 应该说是一步到位的 没沉迷于日常的政务和琐事 从李义哲的这样一个案件中 他竟然能有这样的一番讲话 可以说战力极高 利益极高 他的观点 我觉得在今天都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你看习仲勋老人说的这些话 你把一些个背景 一些话换成当下此时 今天中国的这个实情 实际情况 我觉得这都是 习仲勋老人说的都是真理 都是真理 那么 分享完了这个 习仲勋老人 这个四十多年前 这些个 真理之后 我们在 说一说 最近这几天 这个 关于防疫方面的 一些个语情吧 我们不说别人 我们说完习仲勋老人 我们再说一个 今天的老先生 就是何欣老先生 何欣老先生 最近关于 这个国内的这个防疫政策的问题 频频的发生 频频的发生 那么 何欣老人 昨天的微博里面 有他自己发了一篇偶感 叫勿国害民的防疫 防疫误区 直指当下的问题所在 他这么说 他说 当下 这个最大防疫误区 是把奥秘 柯荣新型 这个新冠流行病 宣传为恐怖的不知之症 似乎沾边一死 而且后遗症 无穷无尽 是当今世界上最恐怖的传染病 没有之一 为此甚至不惜以各种可疑的死亡数字 统计数字 来怒吓国人 实际上 当三年前武汉新冠肺炎流行期 各地就有使用中医西医法 中西医疗法 成功抗疫的各种经典的范例 今年阿密克戎病毒流行 众所周知其危害 已远低于早期的新冠病毒 国内外也有大量 以中医药治愈的成功范例 证明此病并不凶险 也没有那么恐怖 方舱中还有大量患者 不治而遇的这个范例 而且多数痊愈者 并没有产生所谓的严重的 这个感染的抗疫症 总而言之 他说 新冠及奥密克戎病毒感染 可防可治医 并非他说CDC一些人宣传的 沾染即死的恐怖传染品 这个我还问了一下我太太 因为她天天对时事了解的比我都多 我问了什么叫CDC 我太太也不懂 有朋友下手跟帖 跟新美哥解释一下 因为她频频的用了这个CDC这个词 她说在他们的宣传中只能严防死守 消灭其于萌芽状态 最终要在全中国境内 十四疑神上彻底消灭每一枚的新冠病毒 为此而不惜一切代价 CDC一味闭目色听 拒不承认中医药的伟大作用 而只是全力鼓吹核酸迷信 疫苗迷信及外来洋药迷信 不知道CDC公司的老板们这样做 究竟是为了谁的利益 是真正为了维护国民健康 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这是何欣老人 昨天的这个微博 昨天微博中 他的一番言论 那么今天 今天的这个何欣老家伙 叫何欣老家伙 他的微博的名字 看看啊 这是什么 就在一两个小时前 何欣老先生 他转发了明德先生的 最新的文字 明德先生这篇文字 说什么呢 他是三万核酸检测 他是三万核酸检测 他问了什么问题呢 三个问题 一个是花了多少钱 第二是怎么决策 第三是有没有腐败现象 何欣先生转发了明德先生的这个文字 明德先生这样说的 疫情三年了 有三个小问题 第一 国家财政在核酸检测上的总支出是多少钱 规模是百亿千亿还是万亿 国家的审计署有没有对这笔开支展开过专项的审计 这里面有没有权力勋租或者腐败现象的存在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 一些核酸检测机构刚注册几天就能承接整个区域的核酸升级 这背后的决策流程是什么样子 政府核酸检测的采购权掌握在哪个部门的手里面 由谁来进行监督 第三 对于核酸造假 除了北京进行过刑事处理之外 其他地区为什么逮到后 基本都是不通不仰的轻轻放下 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 核酸检测机构背后有没有一张无形的大手 对于核酸检测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老百姓是理解并支持的 对于核酸检测机构在疫情期间获得的惊人利润 老百姓是惊讶且目瞪口呆的 合理的盈利 大家都能理解 但如果有些人大发国难财 甚至为了利润不择手段 不惜造假 那我们的有关部门就不能置若网文了 这是何欣老先生 在刚刚发这个微博里面引的 明德先生的这一篇文字 那么呢我们呢在这个 分享了习仲勋老人在四十多年前 这个在广东的针对李一哲案件的那个那篇讲话之后 我们觉得放到当下此时的中国的防疫政策的制定 修正 执行 等等层面上 放在当下此时的中国的官民矛盾 甚至局部地区发生了官民冲突 这样的背景之下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现实意义都是很大 那么呢 同时呢我们在补点六 补点关于今天中国这个抗疫过程中啊 出现了各种质疑声 尤其像何欣老先生这样的这个老先生和他都认可的像明德先生的这样的三问 那这样的文字 我们觉得 啊 结合在一起形成这样的一个我们一个小视频 能够啊 让大家 在正视今天的问题的同时 啊 在茫然于今天的 这个治理手段 这个这个这个时候啊 能够从习仲勋老先生那里找到一些真理式的答案 谢谢大家